词曲 李宗盛 爱到同时就如意见主 人一生醉如干 艳阳宗斯多摇眼如若没爱 仿佛天空阻隔了光线的长满 请洁静我心眼长留着爱的恩权 请似摧残 旧约是预告耶稣 整个新约都是尝试解释耶稣所教导的东西 新约亦是一样 无论你是书信也好 无论你是写福音也好 之类之类都是表达同一个中心思想 而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什么呢 就是天主爱我们 欢迎大家收看《生命恩传》有关圣经的特辑 在上一集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一些有关圣经的基本知识 它的作者、新旧欲的分别等等 在这一集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和大家探讨一下 圣经有关的历史 以及我们怎样去看圣经 但是一般人对于圣经的历史 他们有什么认识呢 或者我们大家一起去看看 讲耶稣出生之后的历史 公元前耶稣出生之后 最重要是知道自己为何生在世上 以及就会死 死了之后不是上天堂就落地獄 是关于耶稣的生平 耶稣讲生救赠我们 我们从我们去祈祈祷 然后为我们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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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祇 由耶稣诞生后,由四个圣子去记载他的一生 完全是由天主圣神默啟而写的 不是人靠记忆去记出来,而是靠天主圣神的默啟 情神父,你好 你好,我是Edmond,我们又见面了 很开心,你又再次来到这里 其实圣经是涉及很多很长远的历史 其实我们可否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圣经 上次我们讲过,这个圣经里面 是天主透过很多不同的人去启示他对我们的爱 很明显这个是需要一个时间 历史来说,当然是有一个历史 历史,但不是我们所想的历史 我们今天所想的历史是几年几月几日发生什么 有没有记录,有没有其他东西去引证 但圣经所说的历史是一个关系的历史 这个关系,整本圣经我们都看到 中心思想就是天主想和人类建立关系 我们看到这个关系有一个演变 所以在这个层面,圣经是一个历史 历史记载了天主和我们不断的定盟约 由他关系,派使者来到最后派耶稣来 即是说这些事实上是发生在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 在我们的时空里面发生过这些事迹 只不过天主用这些事迹来带出他给我们的讯息和解释 没错,所以可以说是天主透过人类的历史 去表达他对我们的关系 这个关系正如我刚刚所说的 经过很多不同的阶段 我们看到一开始第一本圣经 就是看天主藉着爱创造万有 到最后创造人类 我们看到接着有一个演变 就是人类有了这份自由,有了这份爱 竟然离弃了天主 进入了一个所谓救恩的时段 救恩的时段第一步 就是人类离开了天主之后 天主就准备去带这个救恩 准备这个期间 第一就是选了以色列这个选民 所谓选民就是天主特选 透过这个民族去尝试组织他们 去明白天主的爱、法律 他对人类所准备的一切 亦都取落了这个墨西亚的来临 所以刚才你提到 旧约是一个允许的时候 在那里天主准备 将来应验的 要出现圆满的一些东西 所以在旧约里面 天主准备了将这个救赎 而这个救赎是要到新约里面 才能够借着耶稣去满全和应验 第二个步骤就是所谓新约 就是这个允许的东西 就得到天主本身派耶稣 他的圣子 其实他自己来到我们当中 就圆满了这个承诺 在这个圆满里面 就是我们讲到耶稣的救赎 其实就是说 他的救赎就是为我们牺牲的生命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新约的历史 我们知道就是透过中途 透过早期的教会 也都记录下来 就是那些早期的相信耶稣的人 如何去回应耶稣的教导 如何去组织这个早期的教会 神父你可否将我们实质 在刚才你所说的这个历史的事迹 它发生在什么年代里面 实质上有什么年代可以告诉我们的观众 圣经所包括的当然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年代 就是由创世到耶稣来了之后 建立教会 但是历史方面来说 就是透过真实可以考证的历史 回到阿伯郎被选的时代 那时是大约公元前1850年左右 一直是一直知道 旧约的元末 旧约的元末 新约耶稣来到当中 一直到祖维教会成立大约公元150年左右 阿伯郎被选 即是从他而建立了 发展出这个日后的以色列人民 这个所谓天主的选民 从那里开始是1850年公元前 而到后来你说这个中途的时代 即是公元后100年左右 每个话说有成2000年的历史 那我们下期见